不過我們大概不能批評吳敦義 吳院長說他是去找那個工商 建源會跟賴正義的時候 講說所謂不磕稅 就表示他站在建商這邊 大概不能講 因為臺灣有很多人 是有兩間房子以上的 所以很多人說 你要多扣稅 我絕對反對 換句話說 吳院長他也認為說 臺北市的房價真的很不合理 怎麼解決這個不合理呢 不是透過所謂的徵稅 而是透過所謂的提高供給 鍾老師就是說 所有人都知道 經濟學ABC就是供需的問題 如果供給多 那麼價格就會降 如果需求大 那麼價格就會升 院長採取的是說 好 我刺激增加供給 那麼價格一定會掉下來 這樣講 總體市場是超過供給 而且歷年來都超過供給 今天所發生的問題是 臺北市跟臺北縣 你從中古的市場去看很清楚 你看桃園中古大概都在十萬以下 新竹市新竹縣大概十一到十二 那臺中也十萬以下 然後臺南的話 大概也是六萬七萬左右 那高雄八九萬 約類這樣的 那我們應該在市場上 第一個是分那個北中南 然後以北部為主 然後北部再把它區隔 是臺北市臺北縣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應該要注意到區隔的產品 這種產品來講 就是說你那個豪宅 那一瓶可能是一百萬以上的 我跟他算過這種產品 在幾年前我們一直追蹤追蹤 到現在為止 所有賣一百萬以上的產品 不超出五十個個案 加起來不超出兩千戶 我們為什麼要為這兩千戶去影響到七百多萬人的權益 這問題來了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資訊 是不夠透明的 總體是超有共濟 今天台北市 為什麼看起來共濟不足 前面您講到的那個都市更新太慢 再來因為 這個外來的資金太多 因為從原來的增值稅 這個減下來以後 然後再來 今年的一月二十三 那個我們的遺產增益稅降到百分之十 加上最近美國要查稅了 更多的資金進來 你看到無緣無故 一兆兩千億就進來了 那他幹什麼的 所以台灣如果有很好的投資環境 沒有問題 讓他去投資 現在不是啊 這回來以後 我們很簡單 M1B到23.1% M2到8.2% M2本來設定是2.5%到6.5% 所以我認為主管機關不是不小的 是說就是慢半拍 剛剛也許有其他考量 但是這個問題如果說真正我們從源頭去看 只有臺北市跟臺北縣 如果你在都市更新的部分 真的積極推動會緩和一點 再來那個地價 因為你在標售土地的時候 履創高價 你現在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出在說 那個在信義路二段跟永康街口 連續兩筆土地 大概今年七八月的時候 標價都在五百萬一坪 當然這旁邊有人有賣土地 吳鄺署 吳鄺署操高 到華ニ亞百貨賣掉以後 換算成地價一平49萬 那块地是民国60年 就是那个 那个廖董 就是福拉分店的那个那个廖董 以一瓶十万块 卖给爱国华侨那个郑州民 当时一瓶十万块 那你现在看38年后 如果换算成低价是729万 等于说你这38年当中 涨了70.9倍 你倒算回去平均一年是1.9倍 这是很不合理的 我想从这个角度 其实政府就应该密切去追踪 包括说市场的一个供需 那今天也不是供需差那么多 你看台北市很多地区 是因为很多人在炒作 你们注意到说包括豪宅 有些人买一户 还要多买一户 一户自住一户是投资的 豪宅很多投资 所以最近才报纸登说 那个地保 大概费用住的比老板住的还要多 这个就是不正常 那台北县照讲 你如果是公共设施 尤其是交通建设那个节约 你把它建设的好一点的话 很多人可以输到台北市 其实也是台北市 你就是说整体来讲 台湾的那个房屋市场 是供过于求 对没有错 换句话说 现在院长就说 我要再刺激增加供给 这是不是开错药方 那个你要真正做事 就是做台北市而已 台北市你也没有什么土地 对不对 再来你说限出贷款也没有用 因为那些人的贷款 都不超出五成 甚至有些根本没有贷款 所以你限出贷款的话 对这些人是其实没有用 所以前一阵子 这个吴院长才说 台北市精华区 都市精华区的土地 都国有土地 不要再标售 那就是因为这个标售 带动了炒作 所以大家也都有所抨击 那现在就说 好像现在又改变政策吗 我是不知道了 如果这样的话 那显然在这个 有限的土地情况下 它反而又造成助长 就筹码更多了 筹码更多是 投资客更好炒作 你从头来看 你现在问题是 那些不合理的房价 我们要怎么样去 这个让它合理化 我觉得这是核心嘛 并不是说 那不合理化 我们不要看它 我们再来 端一个东西出来 让它好像 这个可以打压那个 实际上不可能嘛 这个反而是跟它 更不合理的 炒作空间 不过你们两位学者 当然对台湾房市 有长期跟深入观察 这一波最严重 其实是资金行情一个 刚刚我们谈的资金行情 第二问题是什么 政策 政策 MOU 比如跟ACFA来讲的话 让大家认为大陆的资金 包括这边的上半 包括高级住宅 而且事实上显现出的 像顶薪实业 你看一买 还有那个第三土地 这样一来的话 大家认为说 那你要开放企业来之外 还有个人的 那这样一炒半天 所以大家又有一个预期 政府一直在提供 所谓的做多的题材 可是学者当然是 长期跟深入的观察 可是我们想说 从真正想要买房的人的角度 吴敦毅吴院长讲的一句话 其实也蛮有道理 就是说台北市 当然有一些地段 真的是很不合理 很不合理 是建商在哄台 换句话说 他可以乱抬价 那你可以不买吗 丁小姐 我就要请教你 你干嘛非得买台北市不肯 我没有非得买台北市 我有尝试 就是我最先是看台北市 毕竟是首善之区 而且在台北市工作 我会比较希望买台北市 交通便利的地方 可是我看了之后 发现我真的买不起 不要谈那种地堡什么的 不要谈 我们谈中古屋就好了 一个大安区的中古屋 要交价可能要四五十万一坪 它可能是三四十年以上的房子 那我买了之后呢 我要是有钱买的话 买了之后这个二十几坪 二十几坪也不算大 它可能也要上快千万 或上千万 我买来之后 我还要换管线什么 又花一百多万去做装修 这样想一想 我还买得起吗 然后我就转而看中永和地区 那也是很贵啊 就是中永和很多比较杂乱的巷弄 或什么嘛 那毕竟安全考量或什么 可能就会不选择 那可是它也不便宜 它可能也是一个三四十年以上的老房子 然后它的叫价如果完全是空的 就是从那个地板什么到管线都是最原始的状态 也要到四五百万以上 那大家都在谈上千万房子 可是实际上呢 大家普罗大众真的有这么多钱可以去付 我连买个四五百万房子 我可能都买不起哦 因为包含 譬如说贷款四百万 我每个月要负担的分期贷款 就要二十年代 可能就要两万块左右了 那薪水 现在薪水不涨的状况下 然后物价都在涨 我买得起吗 我这个连中永和的一些偏远的房子 我都必须要考虑 那如果连中永和买不起 你可不可以再远一点 你买到三峡 我看过啊 新庄 土城 甚至到桃园去 可是对 我到桃园去 那我通车费 连桃园都去看了 我有看过林口部分 那林口三峡我都有去看过 那大家都说那边都是 以后会有捷运什么什么的 对 可是我上班 要花一两个小时来上班 那加一加车费 跟一些耗在上面的精神 我觉得有点不划算 那其实也不便宜 它最便宜可能十二到十五万一坪 那是那个大学城附近的 因为它附近现在比较好的地段 就是台北大学城附近的嘛 那你说要买那个阴哥那个镇里面 说实在我们本来住台北市 会真的有点住不习惯 而且那个房子也非常非常老旧 不是不是那么划算 所以你说我我如果眼高手低 我不要看台北市 我看台北市我也看不到 我不可能说我去台中 买个房子 然后我在台北上 我每天坐高铁 那这样长期下来 那也是一笔非常大的花呗 那我想请教你 因为你看房子看了那么久 大概至少有五六年以上 我想问你的就是说 很多人说房价合不合理 是见仁见智 你买不起一定是有人买得起 他才会那么高嘛 对不对 买卖一定要成交 才有价格嘛 换句话说 那到底你买不起房子 我也买不起 然后我这样问他就说买不起房子是政府的错 是建商的错 还是是我们自己不会赚钱 是我们自己的错 我觉得这也很难回答 因为我觉得整个大环境来说 我的薪水就是不涨 那老板因为环境不好 做不到生意 可能也很难讲我的薪水 那建商他一定会炒 他可能一个一千万房子 他打算让你杀到八百 但是杀到八百 我真的有钱买吗 也不见得啊 那我也不是说我怠惰 我比起那些不找工作人 有一份正常工作 每天努力上班 是很认真 我就算不真的是不吃不喝二十年 我觉得二十年